然后呢要给别人安装 那当然你不能一直在模拟器嘛 你要离开 你要跑到你的手机里面的话 那目前我想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给人家一个QR Code 是去scan就好了 那问题是要怎么样产生这个QR Code 最简单 当然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要去申请一个Google的那个Play账号 然后呢发布到Play的商店 不过这个部分我想大部分同学 目前应该是没有这个账号 不过将来一定要有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账号的话 你写出来就是只能自己看而已 然后你还要你没办法上架 所以最后你还要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上架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Google Play账号 你要怎么样去发布给别人去安装 我想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我是用那个云端硬碟来做 那怎么做 比如说你今天假设你刚刚写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怎么样 从你的这个地方 专案里面我们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Follow这个底下 你们找到你的根目录 里面会有个什么BIM嘛 BIM底下就不是会有个APK嘛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APK找到之后的话 那路径应该是在你的那个 我是放一碟底下 我放一碟底下 比如说我放在这个 这个一碟底下 然后我是放这个 里面找到我的专案名称 CH06的这个 然后有个BIM底下会有一个APK 对那把这个APK怎么样 你就直接 当你直接传 如果把这个APK传到 传到你的那个记忆卡里面安装也OK 或者是说如果你要从网络安装 你就把它建一个云端硬碟 建一个资料夹 我这边比如说我这边建一个APK的一个资料夹 然后直接把它传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 这样丢上去就上传了 那传上去之后 因为这边已经传上一个了 比如说这边Photoplay这个 那如果说你要给别人安装的话 你就直接按右键 这边有个共用 共用不是有个共用 你就可以把它共用出去 它会产生一个连结 你就把这个连结怎么样 把它复制之后 那如果要产生 这个是一个 等于是网络上的一个连结 但你直接这个连结寄email给对方 email它连结也可以安装 或者是说你要产生QR Code 我的习惯在我会用那个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GOO.GL 我还蛮喜欢用这个服务的 这个服务的话现在是完全免费的 而且很方便使用 就是直接贴上 shooting一下 第一个你可以给网址 比如说你可以给对方一个短的网址 第二个的话这边有个details details这边就有个QR Code 你就把这个QR Code按右键了 把它另存起来 直接放在某个地方 别人可以scan的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把它scan之后的话 它就会跳出是不是安装这个APK的讯息了 OK 不过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安装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安装不是Play商店上面的APK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讯息 你要不要这个不是Play商店的哦 你要不要确定一下要不要安装 那基本上它会问你说要不要设定一个叫位置来源 有没有 位置好像是位置来源的那个地方 你要把它打勾 就是在你的安全性哦 手机里面有设定里面的安全性 或者是应用程式里面呢 找一下 还是 大家看